精華熊貴 彤彤 寨的曲線 好 各位同學我們現在開始上課了 那今天我們會把這個 第18章的部分就交完 雖然說我們第一次考試沒有要考第一章 但是這個各位還是要仔細聽一下 因為這個後面牽涉到一些 比較觀念性的一個問題 所以考試基本上是考第13章 16章跟第17章 是下禮拜三 上次有提到我們10點10分準時開始考試 所以請你務必一定要早一點到教室 上次不曉得那個生科生科105介教室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 那就是這個生科系一年級的同學 大概有51位 那麻煩你考試的時候 就下禮拜三就到生2105教室 生2105教室你應該找得到就在1樓 那他邊都是那種活動式的椅子 那你去那邊考試的時候 一樣就麻煩你各位做 就是一排呢 有人然後另外一排就沒有人 那自己稍微調一下不要那個random那個做 因為這樣變成就是 到時候我們看到可能還在調整會浪費一點時間 所以你自己知道應該要怎麼去做 那一樣呢這邊為了節省時間呢 來這邊考試了 除了生科系一年級的同學以外呢 都來這邊考試 那你考試的時候呢 我們做的方式呢 基本上就是 你就從這個靠門的這一邊呢 往那個 往那個裡面呢來這個做 每一個區塊都一樣 那所以呢就是 就是你來的時候你就稍微 你就比較早來你就挑一下位置 然後 你要做中間也可以 要做旁邊也可以 那反正你稍微算一下 那所以一定要從這個 靠門這邊開始算 你不要 有的人從靠門有的人靠左 那到時候呢中間會有 會位置當然會掉 因為那個 剩下160個左右呢 160幾個人 我們的位置非常有限 所以麻煩你一定要把它 盡量把它這個補滿 不然到時候還得再調整 因為我們希望呢不要說 兩兩相隔在一起 因為這樣的話 這個 考起試來呢 因為其實也很不方便 因為你也知道這個很巧 不容易寫 好 那這個 這是有關於這個考試 那另外呢 有關於下禮拜一這個 助教跟各位講解 席題的這個時間呢 上次有講過 是7點到9點 那助教呢他借的教室呢 因為昨天他還沒有告訴我是 125或者是326 不管哪一間反正都在化學管 所以我會請助教在 這兩天呢 weekend的時候呢 把他公告呢 貼到這個 那個數位學習系統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上去看 那你如果有問題呢 我們說你這個 禮拜一中午以前呢 麻煩你就 email給助教一下 或者email給我 讓我們也稍微 時間稍微準備一下 然後 那因為呢化學管他晚上 應該是5點以後就會有門進 那各位不是化學系的學員 可能會進不去 所以那個助教呢 就是說這個大概 應該在7點鐘 或6點50幾分的時候 會在那邊 就幫你們開門 當然如果說你提早來 那可以進去你就先到那個 教室去等一下 那如果不行呢 就是 大概7點的時候呢 助教會在那邊等一下 那 就 你想要來參加就不要遲到 不然到時候 沒有人幫你開門 你可能要站在那個門外 所以呢這個 大概關於這個 禮拜一傍晚呢 我們晚上呢 這個有關於助教 得夜時間的 事項 好那今天我們這個 接著要講的是這個 有關於呢 這個酸鹼呢 我們知道酸跟鹼呢 加一起就會中和 然後就會產生眼淚 那所以今天的重點就是 來討論這些眼淚 我覺得這眼淚呢 到底呢 當這些眼淚融到水裡面呢 它可能是變成酸性中性 或者是鹼性 那在什麼情況底下呢 它會變成酸性 什麼情況變中性 什麼情況變鹼性 當然這個大家以前都學過 強酸跟強鹼加起來 你就得到中性的眼淚 那強酸跟弱鹼 得到就是酸性的眼淚 那如果是弱酸跟強鹼 就得到鹼性的眼淚 但是這個有時候呢 當你這兩個都是弱酸弱鹼 或者這個 這個差別不大的時候呢 要怎麼去判定 尤其是弱酸弱鹼 因為這個我們 就用一個字來形容就弱 但是到底有多弱 這個還有一個 還是有些程度上的不一樣 那要怎麼去判定 所以我們今天會介紹 那還有呢 這個課本最後呢 就是介紹這個 另外一個酸的定義 就所謂的弱鹼酸跟弱鹼是鹼的這個定義 那我們今天會一併把它討論 好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酸鹼形成鹽類 然後當你的鹽融到水裡面呢 它應該形成怎麼樣的一個 融液 所以呢像這個 我們知道呢這個 這個 前面我們都提到呢 你會形成酸性的這些這個離子呢 這些像這個 這一個呢 這個 它是一個鹼我們知道 因為它容易水就會 產生那個OH- 但是呢 它這個 它的供二酸呢 是這個 是一個ammonium ion 所以它這個容易水呢 它就會變成酸性 對不對 因為這個 你這個ammonium ion呢 加水以後呢 所以 像這樣就是這種 就是屬於這種 這個弱鹼的 這個 這個 供二酸呢 這種容易水就會變成是這個 酸性 那這個當然跟 這個形成的鹽類呢 會有 就是說 判定這個鹽類到底是酸鹼 會有一定的關係 那另外呢 像這個 多子子酸呢 比如說 這個磷酸它解掉一個Proton 它變成這個二氫磷酸根 那這個呢 它還可以再繼續解離嘛 然後產生這個 氫離子 所以這個還是一個 酸性的一個情況 還有呢 上次講到很多這個洋離子呢 就是說你這個 如果是 Charged density很高的洋離子呢 它在水裡面也會產生弱酸性 好 所以呢 這個是有關於會弱酸性 那當然如果是鹼的話 就是一些弱酸的這個 供二鹼呢 它就是 容易水就鹼去 比如說 我們說 醋酸呢 它是弱酸 那供二鹼呢 是醋酸根 那醋酸根呢 它容易水 我們知道它會 變成一個 鹼性的一個 容易 好 那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強酸跟強鹼 我們知道強酸跟強鹼呢 比如說這個 硫酸 不是硫酸 那個鹽酸 跟這個氫氧化鈉對不對 這都是強酸嘛 跟強鹼 那就得到這個 NHCl跟H2O 好 所以呢 在這裡這個 我們如果用這個 供二酸鹼的一個 這個概念呢 因為這是酸嘛 它鹼 那是強酸 這強鹼 所以它的供二鹼呢 就變成是一個 弱酸跟弱鹼 那尤其呢 像你這個 我們知道 氯化鈉容易水呢 它解除這個 鈉離子 還有綠離子 那這些離子呢 它除了在水裡面 跟水變成水合以外呢 它並不會再進行 任何解離的一個過程 所以不會解離 它就不會影響到裡面的 氫離子濃度 或者氫氧離子的濃度 所以它基本上呢 對這個容易呢 這個氫氧離子的濃度呢 就不會有所改變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 中性的一個 一個容易 所以呢 像這些強酸強鹼呢 像這個EA組的鹼啊 然後這個強酸呢 就像這個 硫酸啊 硝酸啊 然後這個 這個氫濾酸 就是這個鹽酸 或者是氫點酸 氫酸 這些都是強酸 那它們形成這個 鹽類呢 基本上是中性 那 再來呢 就是說如果說是一個 弱 一個強 強酸跟弱鹼呢 那當然就形成這個 弱酸性的一個容易 那這個例子有什麼呢 最明顯就是像這個 濾化氨 那濾化氨呢 因為它容易水以後呢 它解決出這個 這個 ammonium ion 跟這個chlorine 那chlorine呢 我們剛剛說 跟這個 水 水合以外 它並不會進行任何這個 解離的這個反應 那這個ammonium ion呢 我們一開始就提到呢 它融在水裡面呢 它會再進行呢 這個解離的這個反應 它產生這個hydrogen ion 所以它 會增加裡面的這個氫離子的濃度 所以造成呢 它這個氫離子濃度變得比較高 那當然就變得比較酸 容易就變得比較酸 那另外呢 像這個 我們上一次講到很多這個金屬 比如說我們說這個硝酸 這個硝酸鐵 我們知道這個硝酸是一個強酸對不對 那這鐵呢 可能是氫氧化鐵 那 當然或許 氫氧化鐵當然不是那麼 減啦 但是它這個形成的這個 鹽類呢 這硝酸鐵 它融到水裡面呢 它會變成這個 鐵離子嘛 然後還有這個硝酸跟離子 那這個 那這個 Nitrate呢 這個硝酸跟離子呢 一樣呢 跟氏離子或鈉離子那些都一樣 它在水裡面就是會水和而已 並不會再進一步去做任何這個解離的這個反應 但這個 這個金屬離子呢 這個鐵離子呢 我們知道它這個 當然會水和 一般來講可能是六個 那因為 我們上有提到呢 因為它這個中心原子的 Charge density非常高 所以等於說它這個正呢 這個 等於說你可以想要它正電量非常的強 所以它拉電子的能力就會比較強 那拉電子 拉水的電子 當然拉水上面的電子 所以說比如說它這個鐵呢 三架在這邊 那它這個 當然就是拉這個氧上面的這些 這個電子 那你這一拉的時候呢 這個氧跟氫之間的這個漸解就變弱 所以它就容易斷漸 所以它就會解除這個 氫離子出來 所以就形成酸性 所以像這個硝酸鐵 這種就是一個酸性的這個 你把它融在水裡面會形成酸性的這個水溶液 那 還有很多這種這個類似這種金屬 那 那 像那個 像鋁啊 我們上有提到鋁 也是一個例子 那 這個 會產生這個 鹼性的鹽類呢 當然就是一個弱酸跟強鹼 那 最常見的例子 比如說醋酸鈉 這個醋酸鈉呢 它融到水裡面變成醋酸根嘛 醋酸鈉 跟這個 醋酸鈉 那醋酸鈉 那醋酸鈉 這個納離子呢 它跟水呢 除了水合以外 也不會有什麼解離的反應 那這個 醋酸根呢 它就會 對不對 它就是跟水 混在一起以後呢 它就會 再回 變成這個醋酸跟這個 這個 這個 所以它就讓這個 水容易又變成這個鹼性 所以這個 基本上這樣的一個判定呢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就是 強酸跟這個 弱鹼啊 或強酸強鹼 或弱酸強鹼 這也很明顯讓你知道它是弱酸 或者 強酸 是強鹼或弱鹼就很容易 那現在如果說是一個 比如說它是 是弱鹼跟弱酸 那這時候怎麼去 比較 當然如果說兩個一樣做 那可能 型的可能也是一個類似 很去近中性 但是呢 如果還有一點程度的差別 那它就會可能偏向於 看是酸性或者是鹼性 比如說這個 這個鹽類好 這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一個氨離子 還有一個 輕瘤 的一個 這個 酸根呢 形成這樣一個鹽類 我們都知道這兩個都是弱酸 都是弱酸跟弱鹼 所以呢 這一個呢 當然是 是來自於這個 阿摩尼亞 然後這一個呢 是來自於這個 H2S 那兩個都是 阿摩尼亞是弱鹼 然後H2S是融在水裡面弱酸 那這時候呢 怎麼去判定它到底是 阿 融到水裡面呢 形成的水溶液是 酸性還是這個鹼性呢 就要判定它的解離常數 所以呢 因為這一個呢 它形成一個 會產生這個H2I 所以它會造成這個 水溶液的 氫體質比較濃度 變得比較高一點 那另外這個呢 這個其實它有兩種這個 可能性對不對 事實上它是一個 這個 雙脂質酸 所以它有可能會變成 這樣子 它有可能變成這樣 那這一個呢 這一個這個解藏度非常的小 這個 所以呢 你如果去查它非常小 所以你事實上可以不用去 考慮它 反而你應該是要考慮這一步 因為這個它的這個 會比較大 好所以呢 如果是我們先看一下上面這個 ammonium iron這個解離的這個 這個解藏度是多少 這個呢 是 這5.7乘以此的-10次方 所以這個Ka呢 是5.7乘以此的-10次方 那底下這個呢 就是底下這個Kb呢 它是1.0乘以10的-7次方 所以它這個1.0乘以10的-7次方 所以呢 很明顯的呢 呃 這一個呢 應該會 產生比較多的這個海洲塞案 那這個呢 產生這個海洲塞案 並不足以來 呃 抵消這些海洲塞案 所以 這樣的一個結果呢 會造成呢 這個 這個鹽類呢 是一個這個 弱鹼性 所以因為在這邊呢 它你的Kb呢 會大於Ka 所以呢 這個判定這個若酸若鹼呢 綜合以後產生的鹽類呢 它融合水面是酸性或鹼性 就取決於呢 它裡面呢 會產生這個 鹼的 它的Kb 跟會產生酸的它的K 兩個一個大小 Ka比較大 那就是 你的溶液呢 就變成這個酸性 Ka比較小的呢 那這個溶液呢 就變成是鹼性 那這個呢 這也是一個 弱酸弱鹼的一個 的一個例子 這個各位猜它可能是做是 融合水面是鹼性還是酸性 這個Ammonian cyanide 我覺得它是 可能是 弱酸弱鹼是酸性的舉手 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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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差不多 然後大部分是不太清楚 它的這個容易是鹼性 那當然這個 這個 為什麼 當然就是跟這個 Ka跟Kb有關 所以剛剛這個的Ka呢 這個Ka是5.7乘以10的-10 這個Kb是1.6乘以10的-5 其實差了非常多 10的5次方 所以這個當然這個 我們也沒有說要你去背這些 只是說有時候從這個分子式 沒有辦法說一下去判定說 它是這個 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我知道為什麼你們會想說 它是一個弱酸 會酸性 因為大家聯想到這個 這個HCM Hydrogen Sine 它融合水變氫酸 氫酸事實上是一個弱酸 但是大家也知道 這個Protation Sine或Sodium Sine 都是很毒的化物 對不對 所以這個酸的 當然強酸很危險 弱酸不代表不危險 弱酸有的也很危險 當然它有時候它的這個機制 不見得是完全因為酸的關係 就好像這個我們上次有講到這個氫浮酸 知道這個氫浮酸都很危險對不對 這個在實驗室你要處理氫浮酸都要特別 要經過一番訓練 這個一般人不能隨便去Handle這個氫浮酸 那氫浮酸它 可是它不是很強對不對 但是氫浮酸比這個鹽酸還要危險 當然鹽酸你這個被潑到也會受傷 那氫浮酸被潑到不是皮肉傷 也是骨頭都會腐蝕掉 那因為這個我們骨頭裡面有很多鈣對不對 那氫浮酸很小 所以它就透過你的皮膚就進去 然後就變成這個氫化鈣 那氫化鈣就沉澱了 所以你的骨頭就不見了 所以就類似化骨水 所以這個氫浮酸是很危險的這樣 那所以以後你若有機會去 接觸到氫浮酸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通常這個現在很多工廠都用氫浮酸 各位知道哪裡用最多 隔壁的半導體廠裡面用最多 因為氫浮酸是可以把那個二氧化系 就是把它比如說我們在10顆的時候 會把它清洗掉的一個很好的一個酸 那當然它不會用很濃 它只用這個比如說幾個percent 或者零點幾個 但是那個就已經蠻危險 不過他們通常那個工廠裡面都會準備一個 叫做什麼葡萄酸鈣的這個藥劑 那葡萄酸鈣因為它裡面有鈣 所以你當然接觸到以後趕快塗一些葡萄酸鈣 就是讓葡萄酸鈣的離子趕快跟這些 直接你接觸到這個氫浮酸鈣反應掉那它就不會 因為你只要福利子被反應掉它就不會往你的骨頭跑了 所以它的這個作用的一個機制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這是這個用Ka跟Kb來判定的這個 你的鹽類呢 弱酸跟弱鹼加在一起以後的鹽類應該是 酸性或鹽性 那另外呢 我們上次有講到這個多子子酸嘛 那這裡呢 這個多子子酸因為它有時候解離呢 現在它不會完全解離嘛 它可能還會留下一個子子或兩個子子 那這裡有一個叫做 有一個名詞 這個m-protec的m-ion 它是一個m-ion就是因離子 但是呢 它是這個m-protec就是表示它裡面還有氫 還可以解離的氫 那這個m-protec是有點兩性的一個意思 所以呢 這個就像這一個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這個hs-也是類似 因為它像這一個是 還有一個氫離子的這個磷酸根 它融到水裡面呢 它可以 繼續解離嘛 那它就會解離出這個氫離子出來 那這一個呢 當然這個k是很小 k只有 4.2乘以10的-13之方 它是磷酸的第三個k 那它也可以 不要再繼續解離出氫離子 本來是得到氫離子呢 它產生這個氫氧氧氧氯氯 含 那這裡的時候它產生氫氧氯氯氯 一個Ion的K 然後用那個Kw去除以這一個的Ka得到的 所以它的Kb是 1.6乘以時的-7次方 因為這一個 這個DiHgF Ka是 6.3乘以時的-8次方 所以你把它一除 就是1.0乘以時的-14次方 除以這個6.3乘以時的-8次方 大概會得到這樣一個數字 所以這個 這樣的一個結果 你會發現 當你有這樣一個離子動畫水面的時候 它應該會產生比較多海中塞案還是 海中涅案 是海中塞對不對 對啊 我們剛剛就說這個Ka跟Kb去比 現在呢 就是反正就是它自身而已 那它就兩個plus H比 所以 像這個 裡面呢 這Kb大於Ka 所以呢 我們常看到一個化合物呢 叫做這個 Sodium 然後這個Sodium應該2 因為它是負荷價 所以它是一個碱性的一個溶液 所以這個以後呢 你如果要配一些緩衝溶液的時候 這個才會用到 因為它這個 它的pH值呢 會大於這個 7 你把它融化水面呢 會大於7 因為它會是一個比較減性的這個 鹽類 好 所以這些鹽類呢 到底是酸是鹽呢 其實就取決它的Ka Kb的一個大小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好 那再來呢 所以我關於這個鹽類呢 大概就是 討論到這邊 那 現在我們講一個 Effect 這是課本有一個章節 雖然只有短短一個章節 但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概念 叫做Leveling的Effect 所以呢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從剛剛 從我們講酸鹼開始到現在 因為我們都是在水裡面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是酸呢 你永遠都產生這個 都產生這個 這樣的一個氫離子 就是說我們說這個 你只要是酸呢 就產生這樣 不會再產生別的了 那如果是鹼呢 你永遠就產生這個 Hydrocyone 所以在水裡面呢 變成這個就是最強的 類似一個最強的酸 所以你就是不會再產生 比它還要強 因為什麼強的酸 你就是產生這個 然後這什麼強的鹼 你就產生這個 所以這個 這時候呢 這個 你瀏酸啊 瀏酸 鹽酸 瀟酸 瀟酸 都是強酸 但是還是 強度還是有別 或者是 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 氫鏽酸啊 氫點酸 他們放在水裡面呢 它還是都產生這個 那 em呢 進去它可能也是產生em 那這時候怎麼比較它的強度 但是我們說呢 根據 你如果從分子師 因為它這個拉電子 這個 健能的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健比較弱 這比較強 所以健比較弱了 所以這個 這個水呢 在這個地方呢 造成 就是說我不管你這個 跑的 就像你這個強 酸有多強 反正在我水裡面 你們都一樣 所以這是所謂的 Leveling的Effect 就是讓你都 好像都 不管你以前多厲害 反正到這裡呢 你都一樣 所以就好像 大家都好像 就是 有能力也顯現不出來 所以這個 然後LevelingEffect呢 就是把你 這個 騎頭 騎頭化一樣 那鹽也是一樣 這個 Sodium Hydroxide Protation Hydroxide 或者是 其他的這個 那個 減呢 因為你在水裡面 你就是產生OH負而已 所以 也看不出 哪一個 比較強 哪一個比較弱 大家就說 都是強減 所以就是因為水呢 有這個 LevelingEffect呢 造成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這時候呢 如果說我們真的要去比呢 怎麼辦呢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比這個 這些這個 酸的強度 所以要比這個 這強度怎麼辦 你就是要找一個 因為水呢 它這個產生 那個氫體質呢 就是它會 這個 這些會 Donate這個Proton 然後水會接受Proton 所以鹼在這裡是 水在這邊是一個酸 這個鹼的角色對不對 就這個 這個Bronstein-Lowry的一個概念來講 它是一個酸的 一個鹼的角色 所以你現在如果說你一個 要找一個比較 這個 比這個 一個強鹼是不是比較容易接受Proton 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願意容易接受Proton 我就是 算是比較強一個鹼 因為強酸比較容易抖內嘛 那強鹼就比較容易接受對不對 那我現在是不是要找一個比較弱的鹼 比較弱鹼它就比較不喜歡接受這個Proton 找一個比較弱的鹼來 來那個 來當作我的Solven 然後 因為它比較弱嘛 那這時候呢 就看誰的能耐比較大 就是說它很不喜歡Proton 但是你還是有能力把它抖內給它 表示我這個酸的強度非常的強 好 所以我就要找一個比較酸的 比較弱的鹼 那比水還要弱的鹼是什麼 畜酸 聽起來很奇怪 找一個鹼結果你找畜酸 畜酸比水還要來的強 但是是酸嘛對不對 那就鹼性來講 畜酸的鹼性是比水來的弱對不對 我們看pH好了 這個水的pH7 畜酸的pH假設是4好了 那我們看鹼是看這個 是是什麼 pOH嘛對不對 那這個 畜酸的pOH這樣可能是10 那這個水的pOH還是7 pOH7跟10哪一個鹼性比較強 是POH7的比較強對不對 對嘛是不是 這個好像 聽起來怪怪的你想一下 這個這樣講是有道理的 好所以我們就拿一個畜酸 所以你就拿畜酸 而且畜酸是蠢的畜酸 這是你不要拿那個還有水 因為有水那就遇到水就不可以 所以你就要拿那種純的畜酸 然後 然後這個 還有這邊呢 因為你如果在畜酸裡面呢 當然比如說你就 拿通這些氣體就好了 所以它就是變成是類似這個樣子 所以呢這裡呢 又看到呢 所以它把這個Proton 抖內給這個畜酸 所以形成這樣子 所以這時候呢 這個 這裡呢 這個當然是酸嘛 然後這減 這是它的貢二減 這是它的貢二酸 那這裡呢 這個 注意它沒有寫AQ 它不是寫AQSolution AQS是水 它是寫Acetic 是表示它是在畜酸裡面 那一樣呢 這個 這個 這些這個 其他的 氫化 氫化氫 點化氫 比照 那用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去量 量什麼呢 你就可以去量 這個濃度呢 還有這個濃度 然後你可以去算出它的 平衡常數 所以這樣一比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 哪一個比較強 所以這個強弱呢 就是這樣比出來 那這樣 比出來的結果 當然這一個 這一個平衡常數最小 然後這個最大 所以我們說這個氫 點化氫呢 它這個 酸性是比較強的 是這樣子 用 所以在水裡面沒辦法比 我就要找一個比水 還要弱的鹫 來 當作這個 手本來比 那一樣呢 對這個 鹫也是一樣 也是強鹫 那在水裡面呢 因為大家都是產生OH負嘛 海州塞岸 所以 最多就是海州塞岸 你沒有辦法再 再去 產生其他的東西 做一個指標來比較 所以呢 這時候要比 怎麼辦 你要找一個 比水還要弱的 酸 對不對 因為酸它是要 這個 在這個 供二酸鹼對面 它是提供Proton嘛 那 那個鹫它是接受Proton 所以呢 當這個 這個 你比較弱的 酸表示它提供Proton 能力比較弱嘛 但是你現在鹫呢 如果是一個很強的鹫 它是用強的嘛 對不對 你不給我就用強 這樣子 那 強的能力越強 表示它這個鹫的能力越 強嘛 所以呢 這邊呢這個通常會用Ammonia 因為 鞍呢 這個 純的這個 當然是純的液態鞍 這個 不是鞍水 鞍水又有水 那個又 又會 有水呢 就會有問題 所以就是純粹的 純的液態鞍 那鞍呢 它是比水還要弱的酸 沒有錯 這句話聽起來 可能怪怪 但是市場它是對的 鞍 我知道 大家知道它是一個 鹫嘛 但是呢 它是比水還弱的酸 這樣講沒有錯 所以呢 就是我們要比這個鹫的強度的時候 你就是 放在這個液態鞍裡面 那就可以去比較 它不同的 強減的一個 這個 強度 所以這個是 這個 因為在水裡面呢 有Level in effect呢 沒有辦法比較 就要用一些其他的收紋 來當作它的一個 就像 就像 等於說這把尺呢 在這邊呢 大家比不出來就換一把 類似這樣的一個意思 或者是 這個標準呢 大家都一樣 那個很難比 那就換另外一個標準 那 所以呢 這是這個 這是這個 Level in effect 好 那最後呢 我們這個 要談的就是這個 所謂Lewis-Ash 跟Lewis-Bass的一個定義 那 這個是我們酸鹼定義裡面 第三種定義 最簡單的 一開始我們就講 就是Arrhenius 就是這個融在水裡面呢 這個Arrhenius 它只針對水溶液 所以融在水裡面會 產生氫離子的叫酸 產生氫氨離子的叫鹼 然後這個Bronstein-Lowry呢 它就不是 用這樣的一定義 它是 提供Proton的叫酸 接受Proton的叫鹼 所以 像在 你在這個 不見得要在水溶液 你可以在其他不同的這個容器裡面 只要它是 接受 質子或 這個 產生 或者是提供質子 你就可以去定義它的酸跟鹼 那最後一種呢 這個 Louis H 跟Louis 貝斯 它又更廣義了 在這個Bronstein-Lowry的這個 定義裡面呢 你還是要有一個清理子 那清理子不見得 大家都有 有些這個化合物它沒有氫原子嘛 那所以 但是呢 有一個東西 都有 就是電子 所以它這個就是用這個電子來做定義的 那這個 酸呢 它就是 接受電子 碱呢 是提供電子 所以剛剛跟Proton那個剛好反過來 所以呢 這個 Louis H 酸呢 它是Aceptor 然後這碱呢 它是Do呢 所以 我現在就不管你那個 我這個化合裡面到底沒有氫原子 不重要 我只要看它是接受電子 或是 是失去電子 所以呢 像這個 這個氯化鋁呢 它就是一個 這個 Louis酸 原來它有這個 市長它這裡中心原子還蠻缺電子的 那還有 其實我們最早看到那個 這個 Borong High轉 這個 以前在談論這個巴鈺鐵的時候 它都沒有辦法浮合巴鈺鐵嘛 因為它電子數不夠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它中間這個地方就很缺電子 所以 這個地方如果有這個電子它就會接受嘛 所以這個 它是一個 Louis酸 那這個 Louis- 這個也很多啦 那 比如說這個 Ammonia它也是 因為它這個 蛋上面就有這個 這個 Lone Pair 其實它可以提供電子 它就 基本上就可以當作一個 Louis 這個 鹼 那當然這個 Louis酸鹼不是絕對的 比如說水 水有時候它可能是 水它當然有這個 多餘的這個 電子 所以大部分時候呢 它是提供 因為氧上面很多Lone Pair 它是提供這個電子 所以它好像 變成一個Louis- 鹼 那 這個 所以呢 這個水呢 聽起來它是一個Louis-鹼 聽起來又怪怪的 那 但是呢 它根據這個Louis酸鹼的定義呢 它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基本上要 這個 你是Louis酸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有空 空的軌域 就所謂空軌域就是 你有空的軌域 然後沒有電子嘛 所以就是 當然你可以融化 多餘的電子 那 最常見的例子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這一個 這個跟這個波隆海嘴一樣 這個 波隆氮氮 一樣 所以因為它這邊就缺電子嘛 因為它這邊有空的軌域 它波隆本身只有三個加電子 所以它 配對完以後 它就沒有辦法符合巴一體 那比如說你加到這個 阿摩尼亞呢 遇到阿摩尼亞 因為它有一個Long pair 所以這兩個呢 就是一π集合 它就donate給它 所以在這邊呢 它就是一個Louis 它是Louis酸 然後這是Louis-Gian 所以這時候 你看到呢 這個酸的 我們定義這個酸的時候呢 這個 波隆氮氮氮完全沒有氫離子 沒有氫原子 因為這時候我們是考量 它電子的一個 接受或者是 這個 給予 那這個Louis酸鹼呢 在有機反應裡面呢 非常 常見 所以有些反應常常會利用這個 Louis酸鹼的一些配對呢 然後來 促進一些反應 那另外呢這個 譬如說這兩個如果把它合起來 它通常會變成 這樣子 那這個我們一般有給它一面叫做 adda 就是 就是兩個加起來合在一起 這樣的一個 類似一個compress也好 叫做 就是adda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就根據這個Louis酸鹼呢 介紹一個 介紹一些這個 課本上有提到的一些反應 所以這個 Aluminum Chlorine是很常用的這個Louis酸 在反應裡面 所以這個 的話呢 這個 這反應呢 很容易進行 所以他們兩個加一起呢 就很容易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 鋁 缺這個 電子嘛 那這裡呢 這個氯呢 電子很多嘛 所以他就跟它結合 那 結合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 它這個能力比較強 所以 市場會類似 變成這樣的一個 adda 那這個有什麼用呢 因為這一個 這一個K-Ion呢 它如果在 市場它這個反應 它在這裡呢 可能只是當作一個 類似催化劑的一個 一個角色而已 所以它這個反應呢 比如說你再去加 本環 它就很容易加上去 所以就是 事實上呢 這個就是利用路易斯酸呢 把這個 它的這個 起始物呢 它形成一個 K-Ion 然後這K-Ion 再去跟 你要反應的那一個 反應物呢 然後進行 反應 然後產生這個 產物 那另外呢 像這個 這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 它跟水呢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二氧化硫 跟水呢 會產生 亞硫酸嘛 那這裡呢 這上面呢 都有一些 電子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裡呢 它這個上面有這個電子嘛 有一些Long pair 那水上面呢 有這個Long pair 那這裡呢 因為這個地方呢 這氧呢 拉電子的能力比較強 所以 相對起來 中間這個流呢 是比較 所謂 會形成一個Delta 正嘛 部分正電 或稍微缺電子 所以它這電子呢 剛好就可以 給它 那這裡呢 一樣呢 這個氫呢 是比較缺電子 那這裡有電子 所以剛好可以給它 所以有時候這個反應呢 不是說 只有一方面 有時候是兩邊同時會這樣進行 所以它就會產生這個 這樣的一個 這我們看到的這個亞硫酸 所以在這裡 當然這個 這裡呢 你說哪一個是 路易酸 哪一個是路易減 這就 沒有那麼明確嘛 但是你可以知道呢 這時候你變成說 在這裡呢 這個硫 它可能當作一個Acceptor 所以 對硫來講 它是一個路易酸 但是對這個青來子 它也是路易酸 所以等於說這個 我這個水裡面呢 某些部分它扮演是路易酸的角色 有些部分扮演是一個路易酸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個 當我們在看路易酸減的時候呢 就 就 會比較這個 廣一點 就是說它沒有說那麼局限說 一定要絕對要怎麼樣 因為它這個完全開一個電子的一個轉移來決定 還有這個 很多這個 洋離子呢也是 我們剛前面提到很多譬如說鐵離子 這些 這個Charge Dancer很高的這些洋離子 它中心很缺電子嘛 所以它們基本上也可以扮演一個路易酸 也可以當做路易酸 所以在反應過程呢 它就會接受電子 所以這次這個 它們 也是一種路易酸 好 所以這個 這一張的這個 內容呢 在黑板上我們大概就 談到這邊 不曉得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等下就用這個投影片呢 把這個地方稍微 回顧一下 這個前面的同學幫我把這個 斑開一下 一張 發生的 記錄 我們來看 可以 這就不小 有